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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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写《灵飞经》时间最长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灵飞经在唐代以后成为写小凯的必读之物 而且成为了静观入世的这么一个途径性的东西 所以有些老先生就特别的崇尚他 但是同时又有某些术家就因此而攻击他 就对他提出了一个质疑 比如说天津一位老术法家 我们孤隐其名 他说灵飞经是管隔体的烂伤 管隔体的烂伤 就是管隔体的源头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话说的有些根据 就是说自从唐代以后 因为灵飞经这个出现在唐代 在唐代以后科举厂上 就科考厂上用的书体很多接近灵飞经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灵飞经第一个非常的规范 第二个就是灵飞经的字形 非常接近后人的审美 就是与后来的这个时代非常的合拍 所以这种有时代感的这种东西 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但是汪锡之汪宪之好 当然好 但是他们的小凯 据我们现在说 比较有把握的说 都是后来经过人翻课 又是或者是重新临摹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并不能说明当年汪锡之王献之的一些个实际面 再有就是施真过于严重以后 小凯当中 差之分毫 密武之千里 所以二王的小凯的东西 后来学习的人远不如灵飞经这么多 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公正的心理 我们对于现在的广大网友们说 你们学习书法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啊 用不着考虑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 只要它好就行 明明冠以汪锡之的名字 而或者因为失真 或者是因为委托 假的 或者明明是真的 但已经被反复的摸踏 或者是重新的描摹失真了 这些东西对你没有好处 因此我们学习书法 就找你哪好学哪个 这个灵飞经啊 不管是原本 后还是课本 就上识的东西 都极为精盗 而且课识好到什么程度 一点没有课识的痕迹 你只是看到黑白是个踏片而已 但是你看着字迹 就跟写的一模一样 特别见比翼 在这一点上 真是使我每次看完灵飞经的课本 我都觉得 哎呀 他没观止 课这么好啊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灵飞经的这个 这个课识本 当然是影印件 拿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 这就是灵飞经的这个 踏本的影印件 你看看这个字迹 从唐朝一直到现在 保存这么好 这么完美 真是一些神物 所以我每每有时候看完这个写的字 和这个客工 以这保存如此完好 我常常感觉到 哎呀 真是这个一千多年来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东西 而且看 大家看他的这种字体 非常适合金人的这个审美 我不说吗 就是古不乖实 我们学古代的东西啊 这个一定不要违背现实的这种审美 灵飞经啊 用不着你取舍 直接拿到现在来 人见人爱 所以说他是管隔体的滥伤 这句话本是有贬义 就是不赞成管隔体 实际上管隔体的三个要素 是从欧阳荀 赵孟福 林飞经 这几个方面 渐渐组成的这个管隔体 为什么这几这种书体就组成管隔体 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太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因此现在呃 我几乎说凡是骂管隔体的人 凡是呃痛恨管隔体的人 大概凯数都有问题 这么说的话肯定会得罪大批人 因为曾经我当时这么讲的话 就有很多人简直就是对我恨马连生 所以你怎么会这么样的替管隔体说话 实际上我真的不怕得罪某些个这个书界的朋友 就是你当攻击管隔体的时候 你先把你的字写好 你的凯书小凯写真好 你再说管隔体有什么问题 咱们在一个这个起跑线上谈问题 如果你本来你就写不好凯书 你在这骂管隔体 那实际上你就是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总是我这样说 以前我谈到管隔体的问题 林飞经像写这么好的字 应该说唐代以后无人奇迹 比如说赵孟福 赵孟福的字应该说八体竞争 董其昌在论到赵孟福的书法的时候 董其昌就这样说 当然董其昌是非常全美的一个大书法家 他说啊 他说赵孟福啊 八体竞争 为小凯幽金 小凯是最好的 他说小凯终生林中绍经 就说赵孟福写了一辈子这个林飞经 写中绍经 因为这个作者名字叫中绍经 就是写了一辈子他 仅师得三四尔 说他才做到了十成得到三四成 这说的赵孟福 而且董其昌说的他不准 我们看一看赵孟福写的那个什么那个 道德经 你看一看 就是整个就是这个这个林写这个 林飞经 当然是诸少经没有写过这个道德经 但是你看他都是神似 形似各方面一看就知道来自于林飞经 而且我们也诚实的说 赵孟福的小凯写的非常劲道 但是仍然是不如林飞经 写这么好 于是呢在这当中我们就谈到一个知识性的问题 就是有人说呢 这个林飞经啊 就是唐代的一个这个官员啊 中绍经写的 因为他做过这个中书令 官职也不低了 啊 叫中绍经啊 就是董奇昌和一些啊 冤爵这些人都认为这个林飞经就是中绍经写的 但是由于这个林飞经最后没有落款 大家看到最后啊 这个林飞经到结束并没有落款 所以只有后人来推测 那么这种推测呢 就是说可以有卸商余地 于是有人说呢就是唐朝的经生所抄录的 哎 但是呢 一些权威人士说呢 说中绍经写的 但是我们看到中绍经其他的这个字迹呢 跟林飞经呢 又不完全相似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姑且村医 我还是刚才说那话 对于我们书法爱好者 毫无影响 就是你好不好 你只要好不下你学习 你要如果不好 你你写上汪希之的名字 写上燕真卿欧阳寻 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们说呢 我们学书法的人 关键在于他的实际记者好坏 至于说考证问题 那是考证家的事情 当然书法家也应该是考证家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在一个阶段上还应该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大家看 这个林飞经理看着自己 都是这么清晰 保存十分万好 没有刻过的刀痕 这是实实在在是难得的 这属于是比较标准的小凯 鞋站的小凯注意 有几个常识性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可以叠数格 也可以不叠数格 在唐代以前 基本的一些小凯不叠数格 我怀疑林飞经就没有叠数格 大家看写这么整齐 横向竖向根本没有计算 就直接拿几笔来 就这样写 夹尘之日 就直接就这么写 而且摆出来就这么整齐 真是让人有时候感到恐怖 真是真的恐怖 我有时候看完之后 我说怎么写这么好 一位老先生跟我说 他说你看上端嘛 写完这么整齐 需要十年的功夫 他说你看下面嘛 自然的这么整齐 自然的 需要二十年功夫 所以他说 十年上齐 二十年下齐 为什么那么难呢 难就难在 他这一行 一行一行的 他字数不一样多 他并不是说 这一行都八个字 十个字 那么上下容易找齐 他说这一行啊 是五个字 那行十七个字 那行十九个字 那行十四个字 因为这一行 比如说一啊 十啊 上啊 这个扁形的字太多 他并没有这个横格 所以他就顺序这么写 因此他字数不一样多 字数不一样多到最后一样整齐 你说这个得多的功夫 而且并不是说一边写一边想怎么计算 不解完全自然的 哪个字跟哪个字天一无缝 完全是恰到好处 所以极难极难 因此我特别向大家推荐 你们听到有人骂管个体的时候 不要轻信 这当中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因为 因为在这个问题受某些人的思想思潮的影响 因为现在反对楷书的声浪很重 反对楷书声浪不能直接反对欧阳荀 反对燕真卿 反对柳公权 于是拿管个体开刀 因为管个体确实是因为很多人写的太多 我说过多则烂多则俗 有这么个问题 于是借着这个态权下来直接攻击楷书 那么我最后向大家说 你学习灵飞经一定学不出坏毛病来 一定是与日俱增 特别在小凯方面一定会非常之好 那么你在学欧阳荀的时候 在学赵孟甫 包括学柳公权 什么这余事难处崔良 都不影响你学习灵飞经 在小凯上我更加推重灵飞经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写字 这个写就是写字的写 因为是个常用字 而且有很多议题的写法 在技法上也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现在我们就向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字的一个规范字的繁体字的写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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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写这个字 就是繁体字当中一个规范的写法 但是呢 在古卑帖当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写法 我们现在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上边 它不写一点 直接写这一个 平常我们所说的图宝盖 上面没有这个 这个当中这个点 下边呢 下边呢 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直接在当中点两个点 这样写 下边的 还有一个一体字的写法呢 是这样的 也有的在下方呢 也有的在下方呢 我们布在写上面这个宝盖 下方是这样写 然后从这个地方写三的横 再从这拐过来 下方是一样的 从谈起 好 我们在最后写一下这个字 包括这个沟 也是这样 这个地方是不能够犹豫的 我再把这点写慢一点 大家看 这不能犹豫 是个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在这儿搞一个什么 还在这儿搞一个圆角 什么在这儿 它一点一点苗做过来 这就要不得 这就死沟 就不行 这是上面那个 我们说的叫图宝盖 然后下方呢 看 这就 这就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沟 主要是这一块的力量改上了 这儿 在这块力量写好了 然后到这个地方开始这样 如果这个地方不好的话 这个沟怎么能好呢 所以我们反复的对大家说 一定要把这个沟写好 当然下方呢 还有直接从通过来的 就是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直接通过来 从这个地方直接通过来 这也没有问题啊 这几种写法都都成立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里 兴书写法 兴书写法看的古人那里 也是这种 大体上是这两种写法 一个就是这种正写 但这种正写的时候 这个地方一定是这样写了 注意看 一定是这样写了 就是这样 他不可能再像凯书一样这样 写完这两笔之后 然后 这就在这儿写 这个兴书的流畅感就没有了 所以他写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总是 非常简约的 要是写一横 写四个点 这就无所谓 点四个点 新书也有新书的点法 跟凯书也不相同 再有就是我们说的另外那种写法 就这个 他一二三 从这就过来 也可以点成四点 也可以呢 就直接的 写成一横 我倒是赞成这种写法 一个是这个字呢 不容易被人们误解 误会成为别的字 就是写字嘛 再一个这个格式出来 写的比较完美 比较好看 再把新书这两种介绍给大家一遍 和这种 或者写四点写一横 都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看这个写字呢 还有草书的这种写法 草书写下来说这个字 我们看一看 也非常的轻盈 这是一种写法 再有一种写法呢 是这样 有时候也加点 加一个点 上面 这样写 草菌百运根这样说 这个叫做棉头无左盘 写宝盖的时候不要加左边的一点 因为是草书 尽量简约 除此之外 在技术上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既然是个宝盖 第二 就要注意写出一个弧形来 不要写得非常平直 我们在凯书的时候有时候写得很直 很平 因为它有左边的这样两个过程 它不会被人误解 看 这虽然很平 这看来很平 但是因为有这个 所以 它不会误解 只能看作是一个宝盖 但是唐户你写草书的时候 你这些人不加弧度的话 比如说这就是弧度 看见有一点弯度 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个横画呢 还是个宝盖呢 当然我这已经有一点弧度了 有的还特别直 就容易给人误解 比如说写出这样的了 就更直了 这太直 这个是不像宝盖 所以写出来之后呢 让它有点弧度 这就可以点两点 写这样一拐弯 也可以直接写一横 跟着就旋转过来 下面是这样 这个转折一定非常的要流畅 注意看 多慢 你也感到它是圆润的 不能在这会儿犹豫 这是这个写字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草书的这个特定写法 好的 我们把这三种写法 再向大家演示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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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个话 其实暗号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先把这个基本的写法写好 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 基本的写不好 一定要撒放起来 或者是一定要张扬什么 那就不好 注意这个写字 写字像这笔之后 有时候就连下来 就是这样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写成这样之后 加两点也没关系 没有也没关系 也是写字 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写 写字的写字 就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这个写字 跟这个写字 我们今天下一次